城市有这个那个压力 听首歌 做个菜 释放心情 别烦恼 生活有高低起落悲喜 阅读人生 让时光倒流 走进回忆 当生活不是你想要过的样子 一起学习爱我们所过的日子 Love your day 周一至周五 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在城市里爱生活 书军和你一起 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下雨天冷凉凉的早上 和子干大哥一起听歌 子干大哥早 书军早上好 九五八大听众早上好 是啦 天气很好 我今天睡到差不多七点才起来 所以你平时是很早起咯 有时候四点多 有时候五点多 四点多起来 然后你就下楼晨运拍照吗 没有啦 在家里啦 这么黑暗 天晒暗不敢啦 老人家走下去跌倒不得了 四点多起来真的好早哦 OK 所以今天就下雨天凉凉 真的很好睡 对 所以赖床 然后呢 听广播 是吧 对对啊 有时候就看手机咯 滑手机咯 是 好啦 那么今天要听的 第一首歌呢 就是周志平的 On the Radio 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On the Radio 对我来说啦 以前我也是这样了 真的吗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最近读了你的文章啊 若有事无 就让我想起以往的工作 你知道吗 有人说过啊 一日广播 终身广播啊 你可见这个广播 真的是有着无比的魅力 对 我就在想说 我写的那一篇文章啊 我就想会不会太冷门了一点啊 就是这样广播工作 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 这个工作啊 所以但是呢 子干大哥应该是非常有心得 对不对 就觉得说 你也是那种选 选趁你音乐选很久的人吗 因为我们是内行的嘛 所以我就很明白你写些什么 你知道吗 曾经有听众就对我说 他很羡慕我们的工作 他认为啊 这个广播就开卖 说说话 然后播放歌曲 其他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翘起二郎腿 喝茶阅读了 苏君你说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太美妙了 但是幕后的 就是我们在广播中听到的 任何的音乐也好 我们说的linker 就是过场也好 全部都是要自己制作的 所以那个工作量 其实是很大的 对 你说对了 其实呢 大家听到的这些预告啊 trailer啊 琴歌 虽然只是短短的 几秒 可是我们确实付出了 多少的努力和精力来完成的 对 而且还要制作不同的 这个 时长的 要有五秒的 八秒的 十秒的 十五秒 二十秒 然后你就看 我们接下来需要用几秒 你就用几秒 这样子 是以秒计的 还有值班的时候呢 还得全神贯注 尽量不要出差错 这个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对 有时候闪神 你只要闪神三秒钟 你就可能会出错了 对对对对 不过呢 对我来说了 我每次就是值过班 如果那天很顺的话呢 我就觉得很有这个成就感了 对 就是说哎呀 只要电脑啊 或者任何的事情都顺顺啊 不要说等一下出一点小差错 你会觉得 哎呀 刚才不够完美啊 对不对 对 那有些朋友呢 他们喜欢在深夜里听广播 就曾经有朋友告诉我 他在深夜里听广播 不知不觉就听到外头的天 已经发白了 你可见这个广播的魅力啊 他是失眠睡不着吗 他说深夜里的歌太好听了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都是跟这个radio有关的 对对对对 那深夜里打开收音机 听到自己的歌 心里很安慰 就像有些往事 可能早已经淡出这个当事人的记忆 但是从收音机里再次听到 仿佛这个记忆又复活了 往事历历在目 那这是周志平的歌曲 on the radio所要表达的情感 这首歌曲收录在周志平 1992年发表的 岁月的歌专辑里 在网上呢 还可以听到周志平 自弹自唱的版本 一起听周志平on the radio 那如果你也想看看 书军之前写的那篇专栏文章 欢迎发送到9623398 我就把链接发给你 你是否和我一样 也在听着那小歌 在遥远他乡的radio 在那悲伤的旋律中 我又仿佛看到 你那音乐的泪在眼里闪动 许多遗忘依旧的事情 无理好都被提起 在无言不眠的radio 那些轻易离别的爱情 在多年以后 你和我才又突然觉得心痛 曾经以为我可以 让你停止漂泊 曾经以为我是你 一生无边的守候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也许就在你流浪的脚步 疲倦的时候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闭上眼 不要让你的泪继续再流 许多阴望已久的事情 无意中都被提起 再无也不眠的radio 那些轻易离别的爱情 却在多年以后 以后我才又突然觉得心痛 曾经以为我可以 让你停止漂泊 Oh 曾经以为我是你 一生无边的守候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也许多阳 也许就在你流浪的脚步 疲倦的时候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闭上眼 不要让你的泪继续再流 Just on the radio 如果你听到我的温柔 一生无边的温柔 就在你流浪的脚步 一生无边的温柔 Just on the radio 只在你流浪的温柔 你听到我的温柔 一生无边的温柔 周志平演唱 On the Radio 958路况消息 罗尼路朝往Reservoir Road 过了Sign的隧道之后 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朝往CTE 过了乌兰二道的出口处 同样发生交通事故了 Marina Boulevard 朝往Shears Avenue 过了Central Boulevard 避开左边车道 以上路段都发生交通事故了 小心开车 掌握本地热点 把握世界脉动 Typical958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踏步马国小镇 马来西亚小镇风光 风俗文化 特色美食 建兵和向导书屏和纸巾 带你北上 新系列踏步马国小镇 更精彩 更好玩 星期四 下午三点 您也可以到 Millisan Podcast 重温节目 958有你的歌 958有你的歌 因为我会想起你 我害怕面对自己 我的遗址 总被经过 958城市频道 越听越好 因为你总会听 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 有压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子刚大哥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 这位歌手相对的 可能也许大家比较陌生了 王卓 对 我朋友向我推荐的 我一听就很喜欢他的歌声了 我小时候常常听到 李湘兰的歌曲 小时候 你知道李湘兰是谁了 一个老牌的歌手 周旋那个年代的吧 对 不是你年代的歌手 我听过 我那个小时候 听这首歌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到现在有了年纪 偶尔就会听到这个歌曲 然后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我是住在甘凤 我记得我父亲养了很多的鸡和鸭 其中有一只白羽毛的母鸡 特别大 比鸵鸟略为小一点而已 鸵鸟很大哦 对对对 所以那只母鸡 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到现在我还记得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天啊 鸵鸟 怎么可能母鸡大成这样呢 对对对 这很特别 后来它怎么消失 我就不记得了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呢 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有机会吃到鸡肉嘛 而且都是吃自家养的 organic的啦 甘邦鸡啊 跑地鸡啊 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你知道每一回啊 我父亲杀鸡的时候 就会叫我抓住那个鸡的翅膀和脚 哦 当我父亲把 然后挤下那个鸡颈项的毛之后呢 就用刀在那个鸡的颈项上一划 哇哎呦天啊 我是闭着眼睛不敢看的 是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鸡哦 它可不是当场一命呜呼 它会挣扎一阵子 这是我最怕的时候 因为我年纪小嘛 没什么力气 所以我很怕那个鸡挣脱了 对对对 我真的很怕 不过等到吃那个鸡肉的时候 我就忘了这可怕的情景 是 所以这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阴影啊 一个经历啊 帮忙杀鸡啊 嗯 是那每个人 因为出生背景不同嘛 所以这个童年生活也就不一样了 那最近的朋友就推荐我听中国歌手 王卓的歌曲 这个王卓呢 他是出生在中国黑龙江 除了是歌手 他也是唱作人 酒吧老板 他因为参加这些中国好声音 以一首老男孩赢得汪峰的赏识 我很喜欢他阳刚厚实 略低沉沙哑的赏音 那今天我要推荐他的歌曲 旧时光 这个简单的伴奏 低沉的歌声 而且他咬着清晰 就这样唱出这个美好童年的记忆 我们来听听这个王卓的歌曲吧 在跳舞 映着太阳 时间定格在年少的时光 那时的我 又不用早起的床 记得小时后 爸爸唱起这生锈的车 带我去过很多很多的角落 我追着断了 我追着断了线的风筝 我追着断了线的风筝 那些旧时光 那些旧时光 一直在重播的影响 一定回得去 一定可以回去的旧时光 和我的小黄沟 一头扎进漫长的山下 清凉的河里 有金色的沙 记忆里最美的路 是朝着外婆家 眉眉笑得 像盛开的花 记得那时光 记得那时光 雨总会在我 到球场前落下 那时的我 总盼着快点长大 我追着断了线的风筝 跑过了一个个山坡 身后的寂寞 永远追不上我 那些旧时光 在听不到的念想 那些旧时光 是抓不住的痒 那些旧时光 一直在重播的影响 一定回得去 一定可以回去的旧时光 王卓彦唱的一首旧时光 九八城市平道 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有压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今天在空中和你听歌的 是紫干大哥 刚刚推荐了两首歌曲 3716说 两首歌曲都很独特 好听 有人说 一个王卓的歌声 带有一点点的 这个沧桑感 是吧 紫干大哥 对 对 而且有点沙哑 挺好听的 可能他的生活历练也很丰富吧 那你听他的歌 有没有想起你的童年 没有 因为我在忙着发那个文章链接 你不是忙着喝咖啡阅读 还摇脚呢 就是很忙 大家要链接 所以谢谢紫干大哥提了一下 大家就说 我也好奇 想要看一下这个 业内人士看了比较了解的 一个一篇文章 所以我觉得像这类文章 可能没有八卦 没有劲爆的内容 也许大家没有很喜欢 所以谢谢你提了一下 所以大家又想看了 因为我是感同身受 我是过来人 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 玩偶黄音音的歌 黄音音的歌好多呀 对 余正子没选她的歌了 因为最近呢 我在那个脸书 看到黄音音 她上载了一个英语歌曲的视频 然后呢 她就写了一段文字 互有故人心上过 回首山河以世秋 有的人重逢 有的人再难相逢 世间的缘分 遇一次少一次 有的人相遇需要奔走 有的人相遇需要回忆 读到这段话 我就想起这黄音音的歌曲 岁月 好像蛮多歌曲都用了岁月的 对 好像岁月的歌 周志平 有一首是这样的歌 是 那岁月这首歌呢 就收入在黄音音的赌徒专辑里 1986年发表 我相信啊 有一定的年纪 在生活中 也经历不少风雨的朋友 听这首歌曲 可能会被触动心弦 那我在网上呢 就看到有人留言啊 说是听这首歌曲会哭 也有人说 这些歌词的每一个字 都让人揪心 那我上网去查找 互有故人心上过 回首山河以时秋 这两句呢 是出自唐代诗人 李贺的代表作 嗯 岁月不拘嘛 所以我们都要懂得珍惜 那我请苏军念出黄音音歌曲 岁月的部分歌词 好 看看大家在这个冷冷的 下雨天的早上 听这段歌词 有没有这个感觉 不知道只能惆怅 或是应该落泪 秋意乍现 不觉已尽冬天 岁月似彩云片片 岁月似潺潺流水 生命的情节 一幕幕已不能追回 不知道只能惆怅 不知道只能惆怅 或是应该落泪 秋意乍现 不觉已尽冬天 岁月似飘落的雪 岁月似飘零的夜 生命的情节 一幕幕已不能追回 啊 世事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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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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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Daniel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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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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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歌声那么的委婉动人 要排在他后面唱 要怎么办呢 那一定要是一个跟他相当 或者是更好听的 其余的歌 子干达哥 神仙姐姐 两位都是 对对对 滚石照片公司 他在1993年出版过两张合集 我还收着 这两张合集分别就是 风云际会光荣岁月 里面就收录了20首 十年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 那其中珍妮演唱的歌曲 《流金岁月》 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那《流金岁月》呢 是一出香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我相信书军应该对这出电影 也知道吧 对因为它是改编自 香港这个艺术小说 《流金岁月》 1988年的时候 杨凡指导 由张曼玉和中楚红主演的 爱情电影 当年真的是非常轰动 你今天还可以看到 那个剧照 他们穿着白色的校服 然后粉红色的领带 当年最美好的两位 这个演员 演员 对就留下了他们最美好的 这个年纪 就在《流金岁月》里头 对对对张曼玉跟中楚红 都是我很喜欢的演员 那这出电影在1988年上映 隔年呢就进入了 第26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原创歌曲 并且荣获了最佳电影插曲 你知道我在那个网上 看到《流金岁月》 奇遇演唱 我说该不会是珍妮演唱的那首歌吧 结果一听 哇果然是 在珍妮的众多歌曲中 我认为这是她演绎的最佳的歌曲之一 对这个情感的拿捏啊 土字都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2020年这个天外歌手 奇遇就发表了这一首单曲《流金岁月》 而在2020年的时候呢 中国就有把这一部小说 翻拍成电视剧 是由刘诗诗和妮妮出演的 妮妮就是演这个朱索索 刘诗诗就是演蒋南孙 所以也是这个翻拍自这个艺术的小说了 所以1988年是电影版 2020年呢是这个连续剧版本 我倒没有留意到这个 所以这些奇遇她的《流金岁月》 就有三个版本 分别就是电影原生版 应该是电视剧原生版了 原始钢琴版 以及弦乐珍藏版 翻唱这个经典作品 真的是一大挑战 所以奇遇她在这个专辑里就写到 这首歌的旋律 如远眺山路 光用看就觉得艰难 唱识步步为营 还得让人觉得轻盈不费劲 高低起落 虚实参差 哇她是一边唱一边赞叹 这个作曲者的功力 那那个杨凡导演呢 他也在奇遇的专辑里这么形容 奇遇的演绎是带有岁月的沉淀 美丽中的哀愁 无奈中的慰藉 像是潘朵拉盒子打开后 让邪恶散尽 最后人是希望 那在听歌之前呢 我要特别谢谢上海的朋友红英 帮我买到的这间专辑 那今天呢 我推荐的是钢琴版 所以呢 有这个珍妮版的 有奇遇版的 奇遇的是钢琴版 那么田自仁呢 就是导演杨凡 作曲人是周启生 你看啊 这个歌曲啊 搭配上这个电影啊 哇 就就就 就有那个代入感 你要第一句 看似水流金年月 对对 其实珍妮的也是钢琴版的 只有一个钢琴 还有粤语版 是叶倩文演唱的 对 所以网络上你可以找到 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都是 这个流金岁月 所以它有这个电影 它有连续剧 它有歌曲 那如果你看过电影 跟看过电视剧的话 现在再来听这个奇遇版本的 流金岁月 看是不是也能够想起 你自己当年的流金岁月 今天非常谢谢子干大哥 给我们推荐了 这么多首好听的歌曲 谢谢您 好 谢谢 再会 看似水流金年月 秋往日欢笑重现 金光灵 谁在雨中相逢 奈何又骤然相送 随一阵清风 看一个清香 无论爱是否永远 茫茫在人海中转圈 如我消失和平一片 看似水流进年月 却往日欢笑重现 心已醉 仍在叹息怀念 依然盼望是重现 无言的岁月 无垠的星夜 时光飞逝时苦与天 模糊是当天 你的脸 变得难分 只有点点 愿意醉鸣在眼 随一阵清风 时光飞逝时苦与天 时光飞逝时苦与天 模糊是当天 你的脸 变得难分 只要点点 愿意醉鸣在眼 其余演唱的 流进岁月 这是钢琴版的 流进岁月 世事关心 人人热心 栩栩暖心 开不斗958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